12月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北京表示 香港警队未来会用钢油并济的策略直爆制乱 我所说的钢油并济就是说我们是遇到一些暴力的事件 我们的底线是不会退缩的 例如你是用汽油弹 你是要袭击逃人 你要淋强水 你是要淋完强水还要放火 你要用砖头去钉我们的市民 这些暴力的行为是不能够容忍 我们一定会采取果断的一些行动 但对于一些其他的情况 例如一些走出马路 又或者对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轻微的情况 我们会用一个人性化弹性的方法来处理 邓炳强于12月6日递经访问 连日来拜访了中央政法委 公安部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等 并于12月7日清晨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申国旗仪式 邓炳强在受访时表示 此行向有关部门介绍了香港警队 新的管理团队和目前香港治安状况 并就香港与内地警务协作做了讨论 在这个会谈里面 我就介绍了我新的管理团队 也都是就着香港治安情况作出了一个报告 也都是就着一些双方警务协作方面 作出了一些讨论 在那个会面里面 三位都表示对于我们警方 在过去的六个月工作的工作的肯定 也都是指出了对于我们那个止暴制乱工作 其实一直会继续支持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